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在这个十月份秋高去上 那么我们养居君子兰的时候 这个盆面这里最容易出现干燥 而上面这里还是比较虚润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决它呢 因为我们把君子兰放在室外去养护的话 那么这个光照是最容易照射的到 风要吹的比较多 不需要半天 那么这个盆面就容易出现发干了 在我们养护的时候呢 就认为这个盆土已经干了 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使这个盆土里面的主养老实过湿 那么就很容易把君子兰弄出毛病来的 在平时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细心的给它观察 准确的判断盆土的干湿程度 我们应该要注意观察时机 最好就是在早上的时候给它观察 只要晚上如风 如果这个盆土内上要湿度的话 我们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 这个盆土必然会返潮 在盆土的表面里看不出来 就使用一个最老土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我们用这个手指头 扣三公分左右 看一下这个盆土上面这里 是否有没有干或者是湿 如果是潮湿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给它浇水了 那么如果是干的话 我们给它浇水的同时呢 可以给它湿水一点圆露 因为这种圆露呢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油浴活菌 它能在土壤里面分解出更多的有机具 能让这个盆土更加疏松透气 还有呢就是可以取到一个杀菌效果 如果使用喷洒的话 这个页面呢 它会进行更多的光河作用 能让它继续养分多 才有利于它在后期开花 或者呢也是可以给它 稀释一点磷酸二氢钾 给它浇灌 增加它的养分 能让它生长得更加均匀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